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针养花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说一说这个seed 这种柏树 现在是四月初 每年春天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 你要稍微留心一下的话 你的左邻右舍 可能谁家新种的柏树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看见吗 中间这四棵 四五棵 全干死了 已经死了 没有叫了 需要重新更换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新种的柏树到第二年 你就会出现这种明显死亡的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柏树 它喜欢潮湿的土壤 你在树林里头 你可以看到去park的时候 甚至你可以看到它们生长在积水里头 所以它不怕水 它喜欢潮湿 那么新种的柏树呢 它因为它的根是被 尤其像这么大的哈 它的根是被切断的 那么它就是 特别特别需要水 就是你在种下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啊 头一年 你可能要每个星期 或者每三五天 就需要给它好好的浇一次水 然后铺上帽子 这一家呢 看上去是有帽子的 你看底下是有帽子 但是一个是帽子不够 再一个是浇水不够 人们可能会有一个误解 也就是说这种真叶树都耐旱 实际上这种柏树呢 是喜欢潮湿的 要特别小心 这是前院的另外一侧 你可以看到也死了好几棵 浇水一定要浇匀浇透 每一棵都不能够忽略 你夏天在该浇水的时候 如果忽略一两次 不是 如果忽略只忽略一次 它可能就不行了 而它不行了以后 它不会马上告诉你 等它死了 等你看到出现状况的时候 叶子全都变成这种棕色的时候 已经完了 所以头两三年 建议你要好好的给它浇水 暗期浇水 一次都不能少 很遗憾 这个必须被换掉 如果考虑种柏树呢 首先建议从小柏树开始 大概一尺高 或者是两尺高的样子 这样的话相对要容易一些 这么大的呢 就是在它 它实际上是原来都是种在农场里 或者在树林里的 挖出来以后 它根伤害得很厉害 一定要补充水分 重要的事情 说了 不知道说了几遍了 至少说了三遍了吧 浇水浇水浇水 这是另外一家 种的柏树墙 一旦它扎根以后 塞透以后 就不需要太多的照顾 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种这个柏树墙 有私密性 相对省钱 比你装分子 省点钱 不死的情况下 有一个最后提醒的就是 你看它即使是 塞透了 它也要在这个树根旁边呢 弄一个槽 积水槽 在下雨的时候呢 可以保证有更多的积水 提供它使用 OK 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你喜欢看到类似的视频 欢迎订阅时针氧化的YouTube频道 谢谢收看 下次见